直径58,那半径的话就29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画个圆柱 然后直接从这个点也是要追踪 对吧,往上追踪,追踪多少?50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点,OK 然后再来的话呢,不过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UCS跑掉了,所以我把UCS把它再改一下 那UCS的工具列 有时候是UCS,因为一般习惯现在都是那个宽萤幕上作业 宽萤幕上作业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你工具列可以放很多 像这个地方只能放两列就满了,必须要放到下面来 UCS点一下,OK 好,点一下之后再来一次,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终点往上50 Enter 那应该是要UCS,先锁定UCS 那变成说我今天要先援助 然后像UCS,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直接从这边追踪,它是原来的UCS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画的时候是这个面,你特别注意 游标先移动到这个面上面,再来追踪 这个是诀窍,因为如果你没有移动到这个面 它不知道说你的UCS要动态的改变 那实际上这边最主要就是,底下这边有个DUCS 这个主要D,D就是动态的意思 动态的UCS,它会先帮我把这个面追踪到之后 再来追踪这个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再往,这个面这边是一个虚线 50Enter 这个追踪有时候比较麻烦一点 先有个面 然后终点往上 往上追踪50 没有输入法的关系 把它切一下 切入50Enter 往上 第一个先追踪面 第二个追踪那个终点 第三个输入50Enter 这个时候才会刚好在这里 特别注意,刚刚漏掉那个面的话 你就会追踪有问题 然后它的半径是多少?29 Enter 然后突出来多少呢? 突出来这边有个数字多少?36 从上次图看到36Enter OK 好,这个部分就突出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一个做圆角 这边圆角多少?10 这边圆角5 这边圆角5 所以直接做三个圆角 圆角 Enter 这边先选一个物件 我们先选这个 先点一下 OK OK 然后再来的话 再一次 圆角 选物件选这个 OK 然后的话半径给多少? 给10 Enter 好,接下来的话呢 再点它一下 然后再按空白键 OK 10就做出来 这两个5 5的话就是R 然后也是一样 先选一个 选这一个 然后半径为5 Enter 然后再选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部分呢 也是 也是 不过它必须要做一个链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先选C Enter 然后直接按空白键 OK 这边已经做出来了 或者分两个阶段做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内凹进去 为什么呢? 特别是你在做圆角之前 一定要先把它做一个 这个 做把它这个连击起来 否则这个地方会把它分开两个 两个这个尸体 可以再把它环游 好,我想你们先做到这里好了 先试着做出1 2 3 那最后把它记得做一个连击 把它做连击起来 好,连击起来 然后再做那个圆角 才不会有问题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